各位好啊 所以现在我是这几个星期都是每一个星期平均一个视频啦 因为真的是摇杆项目啦 所以就可能就三个星期后应该会可以拍更多片吧 然后时间会比较松动一点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一些事情呢 就是也是有关于马来西亚的也是有关于国际的中美贸易的 或者是现在整个国际态势啦 因为我们要讲到马来西亚的形势哦 政府的立场哦 其实也是要看国际的立场哦 就是好像讲现在我们马来西亚 先讲一下我们这个星期会有补选啊 在雪兰儿啦 什么区有王家 但是那边一直都是由行动党做议员的一个区啦 但是因为那边的也是有评论 时事评论员讲那边的情况是5050啦 但是看情况应该是西门会赢啦 可是就是因为离之前的那些补选啊 大选啊有一段有一些距离了啦 所以我们不懂绿草还有在不在啦 所以主要如果你讲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政府立场啊 就是对对美国啊对中国啊对马币的那个甚至是有有用的话 我觉得是这个补选呢是相当好啊 可是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政府的立场呢 是相当的可以讲是相当的轻重啦 哦然后他们说是保持重力 可是就是以现在情况哦 世界是已经分成两派了 一派就是中国那一派啦 就是俄罗斯、伊朗 就是你们大家想象的那种极端的分子 就是一种极端 中国的一边的极端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西方集团的 可能你也是讲一个极端啦 就两大阵营啦 因为现在马来西亚讲是要保持重力嘛 一向来都是讲要保持重力 就是意思讲就是从各个的大国那边拿好处这样子啦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吧 然后也不想搞那些小圈子这样子啦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还是不像很多国家这样子 就直接受到威胁啦 就不管是你想受到美国威胁 或者是你受到中国威胁 或者是受到俄罗斯威胁 我们马来西亚是算是还没到这个点啦 所以就可以所谓的保持重力 但是你讲这种重力呢 是很难说服 尤其是现在马来西亚相当的轻重啦 其实是很轻重 可是还没有表明 讲我们就是 中国做什么就对了啦 我们就跟着做这样子 还没到这一点啦 那种就是已经选变战了 可是马来西亚还是就是 想各个方面拿好处 就是可能就不敢讲这种话咯 但是是做任何那种活动呢 那种贸易啊 那种生意啊 是相当的跟 中国的企业 或者是跟中国的那种 政府来往是相当多了 不管是你从新闻啊 我们本地新闻也是看到很多 跟中国的商家 跟中国的企业 有相当多的合作了 所以如果你讲 跟西方阵营呢 我就看不到太多啦 真的看不到太多啦 就是也是有 可是中国的新闻 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你讲那些西方阵营 不管是美国 或者是欧洲 或者是英国 他们是有所谓的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 那种情报的 sharing 的嘛 或者是他在马来西亚 可能也是有一些 Intel 这样子 也是很难讲的嘛 就是一定有 或者是他自己 他那边有小组 是算研究马来西亚 政府或者是马来西亚的情况 是倾向什么的 可是就是 他们不是只是像我们 普通人家看新闻啊 就看新闻得知那些情况那样子 他们是肯定有更 有另外一种方法 可以可能查证 马来西亚的那种 呃 跟中国啊 或者是跟俄罗斯啊 来往的数据啊 那种贸易啊 他们量啊 他们是可以 呃 他们可能可以有方法去看得到的 所以这种才是 更加实际的一种情况啦 就如果你讲看到 哦 马来西亚跟中国 那个 呃 或者开 发展一些 比较高端的一些 产业呢 这不太可能嘛 就是马来西亚是 呃 我不觉得是 可以让西方阵营是 可以 相信的一个国家啦 就可以看到 好像之前 我在 tiktok啦 也是看到有讲 呃 苹果 我不懂是真还是假 应该是 应该是真的啦 但是真真假假 其实 我们不用看这些新闻 我都懂啦 就是 也是有看其他新闻 就是 很多国家都 如果选择 东南亚 东南亚的板块啦 他们都是会偏向于 印尼啊 就就是西方阵营啦 不要讲中国啦 西方阵营 他们是prefer 印尼啊 越南啊 呃 泰国啊 新加坡啊 就是 印尼就是 强就是它的 呃 那种 资源啦 就是有火山爆发的地方 就是很多那种 匡物嘛 然后也是 有人口红利 人也多嘛 然后它的政府也不像 马来西啊 政府这样子 就是 偏向 就是那么偏向中国啦 就是 真的是 虽然讲它也是 保持友好 可是它的 做法是好的 然后 新加坡 新加坡就不用讲啦 因为它 虽然讲 跟 中国啊 或者是很多国家 也是有 呃 保持所谓的那个 有来往啦 甚至是跟伊斯利 也是有来往的 呃 呃 它的政府 就不用担心啦 真的是拿捏到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就 呃 这个不用担心啦 新加坡基本上不用担心 可是它就是 地方小 然后就 呃 那种 住 office 会比较贵咯 租金那些 就是它是香港的样子 就是 但是它有它的 function在啦 它是一个 呃 一个 金融中心的样子 呃 呃 对咯 取代香港的一个金融中心 国际金融中心 然后 泰国就不用讲了 泰国也是相当轻忠啦 可是就是 它会比 我觉得是 可能 轻忠的程度 会比 马来西亚的严重 可是 泰国就少了很多 我们马来西亚有很多那种 不必要的一些 呃 负面因素咯 就好像马来西亚现在 是很多 所以说 因为就是 呃 清 呃 清那个巴勒斯坦 然后 反 呃 以色列 大家都懂就是 这个就会 他们就会 政府或者是自己的人民 就会 boycott 哦 boycott 那些媒体啊 或者是 呃 以色列的企业啊 就是 你去boycott 以色列的企业就还好啦 你甚至你要boycott 呃 就是甚至是 連累到自己的 呃 本地的员工 就是在这些企业工作的员工 就这个是 我不觉得 国际企业 甚至是 中国企业 它虽然讲没有名讲啦 可是就是 这个东西是 会影响到 呃 外国企业 对马来西亚 就是 在这里 呃 发展的一个信心咯 呃 我们马来西亚 我自己看到 呃 呃 什么东西 就是 杀杀杀的东西 就是让 那一群人 就觉得很不舒服的话 然后我要道歉 但是我道歉是 为了 平息这个世界 那是 我是没有错的 我心里是 我心里想是没有错的 就本身就是没有错的东西 这个 这个 这个环境呢 这个市场呢 这个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不是太好经商的地方咯 哦 就是马来西亚 现在就是 这个 没有去管好啦 就政府是 如果想去 呃 管的话 他们就觉得就是可能 有人会讲就是 言论自由 或者是 呃 个人自由被摸夺咯 就是可能就是 飘就会跟清湘云国盟 因为国盟他很聪明 就是静静的 呃 不做东西 就是 有什么政府 看到有 还看到政府有做什么 他可以反的东西 他就会反 就是这个是国盟 国盟的function 就是 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啦 好像你讲那个 明镇这样子 呃 前几天 昨天还是前天呢 就才讲 就是那个 呃 呃 这种 呃 呃 呃 行动呢 是会影响到 我们本地人啦 这样子 这个是很 你 你当那事情发生 发酵了 几个星期 你基本上 你都应该要 讲出这个 吃饭的话咯 你到现在还讲 我那时候 我拍视频 已经讲了 这个东西啦 就是我一个普通人 也是会 会想到这一点 他们想不到 然后他们还静静 这样子 呃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 他们就是 不用停了 基本上他们东西讲 不用停了 因为他们只是为了攻击 政敌 才会讲的东西 基本上 他们没有做一个 正确的东西咯 会这样讲 所以 说黑马来西亚的那个 这个异常啦 其实是很 呃 是很不利的 可以这么讲 但是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 是有很多那种 呃 本身的那个问题啦 本身的一个背景 就是本身就是 我们自己 偏多就是 穆斯林通胞 然后 他们就会很守 那种 穆斯林的那种 规则 规矩啦 那些东西啦 所以就是 跟西方的 思想呢 是 可能 他们有一些东西不喜欢 但是 他们又 他们又 不会把它分清楚啦 就是 这个是宗教 这个是神医 这个是 那个经济 会影响 经济就是经济嘛 宗教是宗教嘛 为什么要把它混在一起呢 哦 就这个东西就是 不是太 理智的一个 做法哦 哦 哦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 呃 偏向于中国 哦 然后也 呃 就是觉得中国就是没有干涉到 他们这种 呃 呃 意识形态啊 我不懂是不是这样讲啊 呃 就是没有干涉到 可是就是 毕竟 中国还是一个 呃 我觉得是他们 不是太了解啦 或者是他们 就是 呃 不敢去谴责 然后也再加上 中国也是提供很多便宜的 呃 商品服务 就是 呃 在 以马来西亚的 以马来西亚的能力来讲 真的是 overall 我没有讲全部人啦 是相当就是 死灰的一个选择啦 就是 从那边进货的话 出口进口 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然后再加上那边 市场比较大 所以 你讲马来西亚是 我不觉得 马来西亚会得到西方阵营的 或者是美国 或者是欧洲的一个信任啦 所以 呃 以现在贸易 呃 中美贸易战的形式啊 然后再加上 中国 中共已经是被证实是 协助 俄罗斯 间接的 呃 间接的协助 攻打 呃 乌克兰啊 其实 呃 俄罗斯为什么 之前是处于劣势 现在反而是能生产更多武器啊 然后有更多的那些材料啊 制造那种制造武器的材料啊 军事那些材料 是因为中国 不要讲是不是政府啦 就是 中国那边允许 那些中企去提供 呃 做武器的材料 呃 等等东西啦 就是 他没有直接就是 做好做好武器给俄罗斯 他不像就是呃 朝鲜跟 呃 伊朗那样子 直接 呃 自己的武器就是 交给俄罗斯 可是就是 中国很委婉的 因为 中国 中国是怕被制裁嘛 因为 现在 还是以美金为主嘛 所以他们 全世界还是以美金为主 然后都占了超过 呃 50% 不知道50多 还60多巴仙的 那个美金的交易啦 那个 用美金来交易的 那个 呃 那个 business的 transaction啦 所以就 如果我们讲 在金融 上被 美国 制裁啦 就是假设真的是 呃 中国的一些 呃 银行啊 不能去 呃 用美金 然后 他们就会 呃 就会 很多 很多东西做不到 简单来讲 然后甚至是严重来讲 那个 SWIFT啊 SWIFT 被呃 就是不给中国用的话 就是意思讲 他们 香港啊 中国啊 他们也是很 会很 很糟糕了 因为 这个是 很多 更国外的交易都是 呃 用美金的嘛 所以讲 SWIFT 没有了 他们不能用的话 他们就是很糟糕了 所以中国还是会怕的 不要以为中国 就是中共讲的东西 好像很 很 好像很硬样子 其实很多东西 他们就是表面是硬 可是后面还是会 呃 怕 然后 过后就做一些小动作咯 就好像讲 现在他们就是 呃 中共就是他们很厉害 就是 这样 呃 补贴很多那种 呃 中国企业 然后我之前也是讲到啦 然后就 让世界就是 垄断世界那种 呃 那种 呃 以前是 垄断那些 低廉的那种商品啦 现在是 甚至是做一些高端的市场 然后就 高端的那种产品 然后垄断 呃 西方盛营的一些 呃 那些 他们做的东西啦 好像汽车这样子 因为毕竟还是 好像讲 呃 或者是日本啊 他们 以汽车为主 他们是 他们是 主要啦 不是讲垄断啦 现在是中国 就是 做这种 电动车 去影响到他们啦 就是 可能 有一些人觉得 这个是公平竞争啦 可是就是 他们是 以 高额补贴 呃 自己的 自家 企业去 呃 去影响到其他国家 这个就是不对啦 我跟你讲 哦 因为这个是 政府干涉 因为 你政府很有钱 就是假设你 大家都是公平的一个环境 公平竞争的环境 然后你一个过后 一个 呃 一个人 就是一个商人 就是他背后是 以 是 是 那个 政府 一个很 有很庞大资金的政府 去support他 或者是很 抛肤的政府去support他 就是 总之是 他 一定要成功那种啦 那么其他的那种商家 商家 商家 或者是 大型企业 重型企业 他们讲竞争呢 也是很难竞争嘛 就是 呃 不管是 不要讲是钱啦 就是你 钱啊 技术啊 他们都会提供的 所以这个是 呃 没有讲 不是只是对 呃 西方阵营是影响的 其实甚至是影响到我们其他的 比如说 马来西亚 我们要发展 一些低廉的 呃 产品 然后再加上马来西亚 人口不多啦 我们做不到量产 那个情况啦 呃 但是我们要发展一些东西 我们还是 要发展 但是就是 中国的那种商品 也是很便宜哦 为什么我自己要做呢 这个也是要考虑 考虑到的东西啦 就是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直接买中国的商品 可能几天就到了 到自己手中 为什么我们还要特地去 呃 制造呢 哦 这个东西就是会 会影响到我们马来西亚 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些 自己要发展的东西啦 哦 因为 好像讲 哦 这个讲过了 其实也不需要讲太多了 就是 总之是影响到全世界的东西啦 哦 因为人家 就是 人家其他国家是有补贴 但是没有补贴这样多 没有这样多 哦 然后 呃 就是这样咯 就是这个是很不公平的东西啦 所以 说回马来西亚的那个 立场啦 我不觉得就是 呃 政府做得对哦 哦 你导致到现在 马币 对美金啦 就是 是 不会有好转的 我跟你讲 哦 我们一旦 我们政府的 因为我们 一个政府立场哦 是给其他国家 是看到的嘛 这个东西 你讲你是不会这样做 但是 很多国家就是这样子的 讲是不会做 但是它背后就是 就是一直在做 哦 就明白了 所以 我自己 这几年去观察 国际的形势 尤其是现在 呃 也有打仗 国际战争 然后也有贸易战 看的东西就很清楚咯 就相对以前来讲 我们是 这种新闻是 或者是 自己的资讯是相当少的 所以我们是看不清楚 就是国际形势 只能影响到 本地的 本地的情况 所以 以现在情况来讲 呃 呃 马来西亚 只能 我可以讲是 见不见不见不见 你不能完全靠中国的咯 因为中国还是 呃 但是我们不能 不能 把中国当敌人 这个是肯定的 可是就是 我们要懂咯 就是 呃 你要看 还能讲那个 芯片这样子 这样子 中国也虽然讲 现在可以 可能会 持续量产 那个28 呃 28纳米的一个 那个芯片啦 呃 但是 或者是它能做到 那种7纳米 就是 呃 收购7纳米 但是它不是 其实不是7纳米 就是它是 做到 就是 做到像7纳米的 一个7纳米 可以这样讲 呃 但是 以它的能力来讲 我觉得是 能做 肯定是能 做得更多 量产肯定是可以的 就是量产就是搞死你咯 就是你 独白了28纳米以下的那种 那种 呃 芯片就是其他国家也做不到 基本上 呃 就是主要是 不是讲 呃 人家发展的好 我们就要去block它 去搞它 可是就是你要明白就是 那个政府的那种 那种 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 可以看一个 就是看一个人 或一个政府 或者是我们以前 马来西亚我们也是看 呃 或者现在我们是看 国盟好 还是西蒙好 还是国政好 我们也是会去看的嘛 去分析 诶 这个人 这个候选人 这个政治人物 他一向来是 为人是怎样啊 他做过什么啊 他之前说过东西没有做啊 我们还是会看的嘛 就各个方面 或者是这个 这个人 这个手相好啊 但是过后现在又变成这样啊 然后又做过什么啊 但是 可能有double standard啊 哦 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是看 如果从 看国际形势 看中国 中共或者是美国 或者其他国家 我们是看到 诶 他这么讲的东西 这个东西 他一直会 same problem啊 哦 他一直会 用同样的 很糟糕的一个手段 去做的东西 或者是 你观察了很久啊 你就知道 哦 这个 这个部长 这个政治人物 或者是 这个 领袖 是 呃 something not right 哦 就是 你可以compare 哦 这样讲 哦 美国是烂苹果 但是 中国 也是烂苹果啊 哈哈 你觉得哪一个 领导世界 那个制度啊 会影响到全世界的嘛 你当一个 一个国家 很强 然后军事很厉害 然后她是 过后她是垄断 就是她是 呃 以她的 以她制定的 規制 就是其他的国家 会跟她 跟着她去 呃 跟着她的脚步去 做事的 哦 我觉得是 这个是 不管是 美国领导 或者是其他 中国领导都好 呃 我觉得是 呃 你现在情况 我觉得是还好啦 对于马来西亚 我觉得是还好啦 哦 你还是能 呃 没有战争 在马来西亚 然后也没有 没有讲是一个 说服自己的说法啦 可是我觉得是 就是 当你要 因为中国 或者是她的阵营啦 是要改变 世界的规则 就意思讲 有一天 真的是 美国真的是 被推翻了 被压下来了 我们的世界 会动荡很久的 因为 呃 我们 因为主要是 那个制度都不一样 就是 美国他们阵营是 民主 民主制度嘛 中国是 可以讲是 独裁啦 可以这么讲啦 呃 比较就是 比较不同一点啦 他们肯定会 改变那个规则的嘛 就是 你 因为 中国是 希望是 呃 独霸 东亚 东南亚 南海之一带啦 所以意思是讲 我们 假设真的是 被 美国的势力被 或者是西方阵营 或者是其他国际的势力 是不能干涉 我们 东南亚之一块 东亚之一块 我们是 但是 完完全全就是要听中国的话 逃不了 我跟你讲 所以这个现在 你 美国或者西方阵营 他们是愿意去 呃 所谓的干涉啊 你不 不管是好还是不好 但是它至少会有个 balance 哦 你看台湾 沦陷了 中 呃就是我们东南亚 东亚就是会出现很大的变化 日本被针对啊 韩国被针对啊 菲律宾 更严重了 被针对 被针对到更严重了 然后 呃 我们这个东南亚之一块 就可能会 有一些反抗 我不懂谁反抗啊 呃 呃 可能印尼 印尼会反抗 我不知道啊 但是 马来西亚 以我们马来西亚的 军事实力 或者是 经济事实力 只能听话而已 呃 可以这样讲啦 我们马来西亚是需要改革啦 呃 不管是我们立场上面 或者是 呃 等等其他东西都要提升哦 不然的话我们是 最无上其他的邻国或者其他国家 因为 我们的脚不太 可以讲是太慢了啦 所以你讲 现在虽然讲 呃 政府是 有做了很多政策啦 就是可能讲 呃 税收还是要提升 补贴要减少 可是就是 这是要做的 因为 一个政府没有钱呢 没有 呃 没有那个 呃 呃 呃 就没有了能力啦 是很糟糕的 基本上 呃 就是你只能 呃 没有 总之是 如果你讲 真的没有资源 没有钱 呃 真的是做不到很多东西 你要有钱 像中国这样子 以前没有钱你 那几天做不到东西啊 居然人多 只是 看 人家打进去的话 呃 人家打 要攻打 中国来是不太可能 又人太多嘛 可是你讲 那个 要影响世界的 或者是你自己 要发挥自己的 呃 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呢 你需要有资源 有钱 然后 有 有那个 伙伴啊 哦 你要有一个 忠实的伙伴 像中国 他有忠实的伙伴 俄罗斯 朝鲜 伊朗 这些国家 然后 呃 呃 美国有 他的那个 内人啊 所以 这个是马来西亚很缺少的东西 所以我们讲 保持中立 即使是小国 我觉得是 还是要有 有所为的发挥 哦 反正你讲 台湾 他虽然是小 可是他就是 我觉得是有 引以为傲的一些东西 反正你讲 不管是他的台积电 好 还是他的 雷达啊 雷达是最好的 全世界最好的 数一数二 没有讲最好的 可能 不算是最好的 但是数一数二 很强啊 所以这个东西 是马来西亚政府 是真的是 呃 希望就是 贪污的问题 是真的是 能从 呃 从现在这个政府 能解决的东西啦 贪污现在是 讲的 讲的那个程度 会比较少 现在反而是 宗教的东西 就讲的比较多 所以这个是 如果讲 连宗教的东西 叻 更能包容的 我觉得是 马来西亚会吸引更多的人 进来咯 贪污是有打击 然后 宗教 反而是宗教 是凸显出来的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导致到 贝格行动 不好咯 这个东西 所以讲这个东西 宗教 呃 贪污 这两个东西 一定要被打击咯 然后 你看 种族 种族主义这个可能 还 还没这样严重啊 可是你讲宗教 那种 影响到 生意啊 哦 这种东西是 真的是要不得啦 可以这么讲的 你要是可而止 可以这么讲的 所以马来西亚真的是 呃 只能选变战啊 可以这么讲的 只是想可能就是 呃 我个人觉得就是 你 不能太轻重了 可以这么讲的 要保持距离 虽然讲是 中国是现在 是给很多机会啦 可以这么讲的 然后西方阵营是 的确是 看不 我觉得是应该看不起 呃 马来西亚了啦 因为 因为我们立场 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很多东西 是 人家是有更好的选择 可以这么讲的 哦 就马来西亚为什么被 中国看中 是因为 呃 轻重咯 就这样简单咯 呵呵呵 然后再加上 如果是明年呢 如果是真的 请到那个 他们中国的主席 过来马来西亚的话 我觉得是 这个是 对于 西方阵营啦 是一个 会 定得很严格的东西啦 哦 因为 意思是讲 马来西亚是跟 中国 走得更近 哦 是越走越近啦 我跟你这么讲 如果是 他真的是过来 或者是他一些 呃 一些 二号人物 三号人物 他们是过来 这个是 然后我们的 马来西亚政府 或者是一些政治人物 更加 显得更加 呃 轻重 然后 骂美国 然后甚至是讲 继续 去美元花 你要去美元花 我觉得是 这个也是很错误的东西啦 哦 这个 这情况 马来西亚会不会 迟早会不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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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格 或者是被制裁 这个是 如果是还是 这样的立场的话 这样的态度的话 这个是会发生的东西咯 哦 所以我不希望走得这一点啦 哦 哦 OK 所以今天的视频都差不多啦 所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